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周一北京和上海街头出现大量警力 防止再次出现周末的抗议活动 在北京海淀 大学和住宅区周围都警车遍布 防暴警察还接管了一个剧院作为行动基地 而之前出现个人抗议事件的北京四通桥 也成为了警方的重点监管地段 周一至少有100多辆警车和大量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 出现在四通桥附近 在上海市中心的部分地区 也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警察 截至周一下午6点左右 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上有大量警察助手 由于周围没有什么其他人走动 令警察显得更加显眼 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上也有大量警力 而在周末抗议的中心地点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 人行道上已经竖起了围栏 警方劝阻路人不要拍照 而在周末抗议活动中被戏剧性拆除的 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在周一被发现已经恢复 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安抚路上 则看到大约20辆警车助手 但是周一该地区已经没有人员聚集 由于大量的警方部署 中国全国范围内大陆周一抗议活动几乎没有出现 但是相关抗议已经蔓延到了香港和海外地区 得到了海外华人的声援 周一约有50名抗议者聚集在香港的市中心中环 效仿大陆举着白纸反对清零政策 还有人在地上献花悼念新疆火灾中的遇难者 随后有30名警力赶到现场并且封锁了该地区 抗议者之一一名来自湖南的内地人表示 想让同胞知道全世界都在支持他们 即使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另外一位50多岁的香港人则表示 他参加活动是为了声援大陆的抗议者 晚上8点多香港的抗议者开始陆续离开现场 一些香港的校园也展开了类似的活动 比如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但是警方接到校方报警后 阻止了大学生张贴海报 而这两所高校也是之前在战中抗议活动时 反映比较激烈的两个地点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伦敦 悉尼和纽约 也都零星出现了表示声援大陆的示威活动 现在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 中国已经进入了凌晨 但是北京 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道上 仍然有大量的警察驻守在场 与此同时 中国的审查机构也正在超速运转 阻止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示威活动的相关消息 他们的方法包括一边删帖 一边发布一些与抗议活动无关的帖子 来阻挠人们看到相关消息 BBC的中国媒体分析师表示 数以千万计的帖子已经从搜索结果中被过滤掉 一位网友写道 如果你害怕一张白纸 那么说明你心里有鬼 那么说到BBC 中国这一轮抗议事件 得到了全球主流媒体的关注 而在周日晚间 在上海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时 英国媒体BBC表示 上海警方攻击并且逮捕了BBC一名 在现场进行报道的记者 数小时后才将其释放 路透社的一名记者周日晚间也被拘留了约90分钟 才获得释放 视频画面显示 几名警察抓住BBC的记者并且将他按在地上 BBC则称他遭到警察的殴打 然后被戴上手铐带走 被打的记者事后表示 他看到有一名本地人试图阻止警方殴打他 但是此人也被警察带走 中国官方事后解释 逮捕他是为了他好 以防他感染新冠病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周一回应称 该名记者并未表明自己是记者 也没有出示记者证 赵立坚还呼吁国际媒体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而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则指出 根据中国的法律 外国记者有权不受限制的在中国进行报道 另外周一中国各地的抗议事件 登上了几乎所有外国主流媒体的头半头条 包括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BBC、CNN等等 都出现在了头版的显眼位置 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严重的政治危机 该报指出在中国公开表达愤怒的情形并不常见 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力度已经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 如果政府处理不当 高度不稳定的局势可能很快演变成 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纽约时报也发表长篇报道写道 中国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 已经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狱的愤怒焦点 公众的愤怒表明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让他骑虎难下 英国的卫报则指出 如此广泛的公众抗议十分罕见 将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严重压力 迫使他们做出反应 不过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利则认为 这种动乱与1989年的情况相差甚远 他认为只要习近平有中国的精英和军队 站在他一边 就不会对其权力掌控构成真正的威胁 英国的独立报也有相似的观点 认为中国政府似乎大大低估了人们 对清零政策的不满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的抗议活动 会对习近平的统治造成致命打击 那就太天真了 德国柏林的日报则指出 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众多世卫活动 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 最大和最有勇气的抗议 习近平现在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是顺应民意 还是施以国家铁腕 让所有抗议者晋升 而铁腕手段在中国的运用 已经日趋成熟 但是这一手段的问题是 人们是否会再度奋起反抗 投行高盛则大胆预测 中国可能在明年4月前就结束动态清零 比普遍预期的还要早 因为近日中国大陆多地出现抗议行动 可能迫使中国官方无序的开放 高盛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闪辉 星期天在一份报告中预测 中国在2023年第二季度前 重新开放的可能性为30% 闪辉在报告中写道 中国中央政府可能很快就需要 在加强风控和放宽防疫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星期天新增的本土病例已经突破4万例以上 连续5天写下单日新高 并且已经超过今年上海封城时 每天3万多例的高峰 而在本轮4万多例的阳性病例中 36304例是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重庆通报了9685起 是目前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另外一个疫情重灾区 广东省的疫情也不见缓和的迹象 广东省全省星期天新增了8140起本土阳性病例 而大多数病例仍然分布在广州市 但是也许是受到抗疫活动的影响 广州市决定周一起对多个区放松核酸检测的要求 长期居家老人 每日上网课的学生 居家办公者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 如果没有外出需求 都可以不参加核酸检测 广州市卫健委周一发布 广州市11月28日核酸检测实施方案 通知称该调整方案 不但可以减少人群聚集的感染风险 还可以节约全市的核酸资源 广州自10月中下旬爆发疫情以来 各区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广州一些学校甚至要求 每天收集学生及其同住人员的健康码和核酸检测结果 而一名学生家长说 从居家上网课开始 除了下楼做核酸 孩子每天都足不出户 每天核酸实在是没有必要 与此同时 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府 在周末宣布解除风控后 本周一起也逐步恢复了重要城市的运营 当地机场也逐步恢复开通江内江外的航班 官方也宣布将会恢复快递物流企业的运营 在上周四发生严重火灾后 乌鲁木齐市政府周六宣布当地已经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 将分阶段恢复生活秩序 而周一开始则恢复铁路民航和公车等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 同时开放低风险地区的商场 药店 餐厅 加油站 银行等营业场所 而恢复铁路和航运的消息已经发布 在大陆的购票网站去哪网上 从乌鲁木齐市出发的航班机票顺时搜索量猛增了90% 举多分析人认为 中国重新开放将会是缓慢和混乱的 由于在放开前还需要继续推动疫苗的接种 他们认为在三四月之前开放的机会较小 高盛也同意 虽然明年四月前开放的可能性提高了 但是在第二季度才开放的可能性最高 他们预测大约有60%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广告